那我們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紹這個Sni-Paste 這個軟體都在各位的電腦桌上了 你點進去 好 裡面有64跟32位元 你要哪一個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這邊都可以執行 因為這個軟體是免安裝的 免安裝的 那你找到往下捲動之後 有沒有一個叫Sni-Paste的 執行檔就點兩下就好 那麼點兩下之後呢 你會發現在你的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多一個這個圖爬出來 這個圖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軟體就執行起來了 那為什麼要特別跟老師 稍微介紹一下這個 我們來看看這邊 第三個 簡報裡面第三個有沒有 好PickPick沒有介紹沒關係 但是這個你一定要會 那Sni-Paste他也有Mac版 也有Mac版 所以如果你是Mac的也沒關係 也一樣可以用 那麼他好處在哪裡 來平常我問一下大家 我就先介紹一下 我們再讓大家實作一下這樣的功能 你平常我們抓螢幕的畫面 如果你沒有任何軟體 我想大部分大家就是那個按鍵按 比較Green Screen對不對 好 但是呢 這樣只是抓全螢幕 你常常都還在檢查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比較會需要去抓的 通常是什麼 就是局部的 好 比如說像這個 誒 有老師在問有沒有 在這裡 我按 他的擷取是鍵盤上的F1 快速接著F1 好 你看我現在來抓 平常如果你一般的抓圖軟體 你這樣抓完選舉範圍之後放開 是不是就抓下來了 但是我沒講 有時候我們會不會抓錯 抓錯是要重來 很抱歉 這個不用 有沒有還可以再調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重點 好 如果你需要 老師說要先加大油標 有沒有看到 框起來 不夠大 不夠粗 滾輪 有沒有 滑鼠滾輪 對不對 好 那麼你看一下這裡 這一隻 他預設這個 我平常喜歡這一個 重點在這裡 有沒有 好 太粗滾輪 開細滾輪 有沒有 好 然後呢 這裡 這個是 馬賽克 好 老師說 這個 先塗掉 不夠粗 滾輪 這樣有沒有比較粗一點 可以接受啦 然後呢 當然也有還原 橡皮菜都一樣 打字 好 好 像這樣子 那我通常呢 我會把這個字 我會加粗 有沒有這樣比較粗 然後旁邊這是有外框 對不對 字體大 你可以自己再選一下 好 不夠大 在這邊 有沒有變大 好 這裡還可以旋轉 OK 所以你就弄好 好了之後呢 我就把它怎麼樣 儲存啊 複製的都沒什麼問題 但是呢 這個軟體 有一個很好玩的 有沒有看到圖釘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怎麼做 釘起來 你看 有沒有拿出來了 變成便利貼了對不對 欸 有沒有發現我滑鼠在上面滾輪 滾輪 來 這個功能就很適合 當然當類似什麼 既式的功能 對不對 來 我問一下各位 你禮拜一 有沒有守在電腦前面 蛤 你沒有塞電腦前面 不是 你現在都用手機 雙十一 禮拜一雙十一 你沒有shopping喔 現在很可憐 你知道嗎 十一月十二月 都是月光族 因為你看到哇 減便宜減便宜 就一直 點下去都沒有感覺 來 我問你 如果你要匯款的時候 我們需要對一下 他的那個賬號 這個時候 你平常都怎麼做 這裡切過來 這裡切過去 你不累嗎 對啊 我們不用喝那個飲料 就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 你看 狗狗 這樣拉過來 是不是對好了 啊 現在要認真對了 放大 這樣才看得到 有沒有 其實對老實來講 還有一個好處 老實最近不是當其中考 在打神器的時候 因為 你的成績在你手上 要打到學校系統裡面 要不要對一下 要 你有沒有用雙螢幕 用雙螢幕不用這個 但是你沒有雙螢幕的時候 我這樣子是不是很方便 要比對一下資料的時候 也很快啊 這個是他的優點 而且我告訴老師 下次開機他會在 也就是說你這個如果沒有把它刪掉的話 下次開機進來他還會在這裡 這樣了解 這個是不是就方便很多 所以呢 這個是大家可以參考的 你按右鍵他在這邊還可以重新再標註一下 有沒有 重新再標註一下 不過如果你打進去這個字就不能改 好就不能改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先跟大家介紹的 第二個 其實我最近的部落得上 應該是開學這個學期開學的時候 不過再寫另外一篇 為什麼 你看我從剛剛上課到現在 我有沒有抓好多的圖 但是我可以複習 剛剛是不是坐在這裡 上完課之後 你看老師還在 你看 顧問 欸 檢驗部有沒有歷史記錄 老師有沒有發現 萬一我今天發現 剛剛講的這個 比如說我們剛上完前面 第一個小時 我就用這個複習一下 有沒有很快 馬上回到過去了 不用倒轉影片 第二個 萬一如果真的你弄錯了 比如說這個箭頭弄錯了 來 這裡有橡皮擦 欸 對了 我順便跟大家提一下 它的橡皮擦比較特別 橡皮擦不是要擦這個的 而是擦什麼 擦你們家自己弄出來的東西 這樣了解吧 這個是你自己加進來的 所以它橡皮擦不夠大滾輪 知道 嘿 有沒有 是把自己做的擦掉 然後我重新再畫一條 比如說你要畫這個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所以 一樣的 再把它存出來 都複製 有沒有 這樣 還有一個好處 是什麼 萬一你抓土抓錯了 要不要重新再來 不用啊 因為我每次抓的範圍 一定不一樣啊 情境也不一樣啊 對不對 可是我可以回到過去 各位 知道我要按哪一個快速鍵嗎 在這裡 我先把它縮小一下 來給你PO看一下 那一篇文章 我部落本上有介紹 剛剛我在這裡 來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那個快速鍵 第一個 哇 被擋住 然後這樣回來 哇 又被擋住 好收起來 這樣 有看到快速鍵了嗎 有沒有 F1 好 所以我剛剛都是按F1 還有我們剛剛在大頭踢的時候 或者是按F1 當然其實你不要按這個 你直接點這個縮圖也可以 他也是開始抓 那 怎麼樣要回到過去 他上面其實都有這個快速鍵 有一個 對對對 他有一個help 有一個快速鍵 你點進來 看到抓土抓土 他的快速鍵 看一下 他的help 使用手冊就對了 我記得按右鍵 有一個求助對 我就是用鍵盤上的豆點 跟什麼 句點 豆點跟句點 在哪 看到了 開始 這樣好小一個字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豆點跟句點 所以 我今天 只要我進入這個抓土的畫面的時候 F1有沒有進來了 我只要按鍵盤上的豆點跟句點 豆點就是往前 你的歷史紀錄他預設會幫你記住10個 你可以改 好 如果你覺得記住10個不夠 你可以改 你看我按一下豆號 有沒有再往前 有沒有再往前 哎 哎呦 還看到 我以前的 我按句點有沒有往後 這樣了解的 好 所以萬一你抓的土範圍不夠大 哎 還可以再變大一點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比較有彈性 所以這個軟體 其實他很有很好玩的地方 就在於說 他把 以往我們可能抓圖都很單純 就只有我這次叫抓圖對不對 他有沒有把抓圖又 結合很多不同的創意 是不是結合在一起 這樣你再用就比較好用 來 教給各位 給你試看看哦 看看你覺得這樣好不好用 好